台北车站改头换面 耗资三亿 屋顶翻修 招牌也拿掉 夜晚还增加了七彩照明 要让台北车站增添活泼气氛 七彩的灯光随着时间变化 夜晚的台北车站变得很不一样 为了欢庆一百二十五周年 台北车站耗资超过三亿元 从去年五月开始拉皮整修 屋顶翻修 招牌也拿掉 最特别的就是增加了夜晚七彩照明 还比照台北一零一 星期一到星期天会有不一样的颜色灯光 台北车站是高铁台铁捷运重要的转运站 目前已经是第四代的车站 整个大楼使用超过二十年 像是屋顶面板与防水层都出现褪色 破裂等老化的现象 排水管也有多处破损阻塞 尤其到了晚上 整个台北车站变得相当暗 四周也只有路灯 因此利用这一次的大翻修 将照明范围也纳入四周屋檐下的人形空间 新面貌也给民众不一样的美感 而台铁局今天也预告 未在台北车站的台铁局局本部 预计2021年 搬到正在进行都庚的前南港吊车厂 让为在京华区的台北车站 做更有效益的商业使用 记者维尔林国黄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